好 回到現場持續帶您關心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中毒原因現在還在調查 但是有很多醫師指向 很可能就是米酵菌酸惹的貨 其實還有九種常見食物 很容易受到污染 時間交給聽如 保齡茶室爆發食物中毒案 已經累計造成了兩人死亡 初步認定是炒果條裡頭的 米酵菌酸毒素所導致的 不過大家都很好奇 米酵菌酸怎麼會出現在食物當中 農藝女孩看世界的粉專 她就提到了 工廠出貨給餐廳 來做成現成的果條 可能會添加地瓜粉 或是玉米粉來調整比例 如果保存不到 或者是包裝上有受到污染 就很有可能會造成 肉毒感菌的滋生 而像是一般的腸粉 還有就是河粉 這種酒泡的木耳等等 九種食物裡頭就可能會出現這種菌類 另外在這個脂肪酸叫豐沛的環境 特別像是椰子還有玉米脂肪酸 中度PH值的這個環境下 攝氏22到33度會大肆的繁衍 只是如果是被這個米酵菌酸所污染的食物 一般人是吃不出來的 用烹煮也殺不死這個無臭無味 也因此一旦吃了1到1.5毫克的劑量 就可能會對人類致命 要怎麼有效地去降低風險 不外乎就是在發酵的過程當中 除了嚴格的衛生條件之外 也要盡量去避免在家中自行的製作 另外如果要完全的根除米酵菌酸的生長環境 可以添加像是檸檬汁或是醋等酸性的物質 來確保混合物的呈現酸性 務必是要確保這個浸泡的過程 是在冰箱內來進行 這樣才有利於正確的微生物生長 來減少毒素的形成機會